大家好,我是小博 今天继续为大家讲解刷Web进阶 MyBatis 那经过前面的知识的讲解呢 今天我们来用MyBatis和Spring啊 搭建一个完整的这个Web项目 学生成绩管理系统 通过这个项目呢 我们来看在真正的商业项目当中 MyBatis啊 是如何帮助我们实现的业务的 这项目呢,我已经完成了 并且把它运行了起来 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项目啊 最终实现的效果是这样 那这个呢,就是一个 那这个呢,就是我所搭建的这个demo项目 它呢,对整个一个学生的成绩啊 做一个增长改查的处理 那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界面 首先呢,它可以根据四个条件 对学生的成绩啊,进行查询 还有学号,学生的学号,姓名,性别,科目 可以查询 然后呢,它可以新增一个成绩 对某一次考试 对某一个科目 设置一个成绩 添加 然后呢,还可以进行编辑 比如说,我们把它改成78分 不要一看 这个成绩呢,就能够更新 最后呢,它还可以删除 哦,这记录就被删掉了 这里的提示效果啊,没有做好 应该每次操作呢,会弹出一个提示成功的一个 一个element出来 当然这里呢,还会有它的分页 第一页,第二页 我们可以改一下,分页每次显示四条 分页的处理 那整个这个呢,就是一般来说 我们一个商业项目啊 对于这个后台管理,数据的一个增长改查 无非就是这么多东西 那要完成这个功能呢 首先第一件事情呢 一定是涉及它的数据库结构 那通过这个界面啊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系统啊 包括了几种数据对象的 第一个,肯定是学生,对吧 然后这里有老师 还有科目 成绩 最后有个考试 那应该有这五个对象 那我们呢,就来 对它呢,设计了一套表 这里呢,我们直接看一下 啊,这里 对我刚刚说的东西 这个呢,是一个学生表 这个呢,是个老师表 这个是一个科目表 这是一个考试表 那他们之间的关系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来看 就是一对多的关系 通过这个学生成绩啊 这个数据库之端 关联到了它的 科目 考试 和学生 然后呢 这个科目呢 关联到老师 也就是科目是谁教的 这样一个表结构呢 通过这样一个表结构的设计 来完成我们底层的数据 最后呢,实现我们这个界面呢 都是从这个表底层的数据把它取出来的 那看过这个表设计之后呢 我们就回到我们的代码里 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结构 其实呢 其实呢 跟我们原来做的这个一直演示的demo里面啊 很相似 Map 对应刚刚 我说的这些对象 考试的这个Map 层级的Map studentMap 还有subject 就是科目 这个Map 那teacherMap呢 没有做 因为我们这个 系统里面啊 没有牵涉到这个老师的维护 所以我们也没写 当然这是写mode的对象 那这就是对应我们 底层对应那个数据库的表结构 一对一的出来 比如说student对象 对吧 它就会有这些属性 对应我们的表结构 然后这里呢 Page 就是我们要做分页的这个 一个Page对象 它会集成这个student层级 这个对象 我们组装了一个Page属性进来 那这个其实呢 这个项目的这个分页啊 也是通过我们前面的例子里讲的 通过那个分页插件来做的 那这Pagination这个包里面呢 就是我们的分页Plugin 对吧 那Service Service Implement 这个呢就是提供了我们的业务方法 会封装在这个Service里面 它呢会组装这些Map进来 那我们在上一节课 将Spring跟Mabilis结合的是一方呢 应该能明白 看得懂这些东西 对吧 提供了很多方法 这个方法呢 就是查询 分页查询学生成绩 这是呢列出所有的科目 更新成绩 删除成绩 插入成绩 这个列出所有的学生 这两个列出所有的成绩 跟列出所有的学生呢 其实是对应这个界面上 这个需求 有两个Dropdown list 还有一个列出所有的考试 下面还有一个列出所有的考试 然后这个呢 有个GetStudent 根据学生的ID 查出学生的信息 其实呢 是界面上我刚才露讲了 这边有这个功能 可以查看学生信息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界面上有多少功能呢 最终在我们的这个代码里 对应数据 数据库底层的查询方法 应该都能找到 对吧 所以我们的这个功能 都是跟着业务走 要做好一个系统 其实真正核心 一开始就是要把业务搞得很清晰 然后呢 代码才是其次的东西 否则 做到最后啊 就是无用功 因为要充写 业务搞错了 那这里呢 是一些工具类 这里其中有一个呢 是我们前面讲到这个 属性的一个反射类 然后这里是一个Data的处理 的一个utility 我们对Data的一些方法 做一些封装 整个项目结构呢 抓外的代码呢 就是这样子 然后这里有resource resource里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Map 对吧 所有的CQ语句都会写在这个里面 对于我们刚刚这边的Map接口 对于我们这样的Map接口 CQ语句会写在这 然后这里呢 是Spring的配置文件 这是数据固连接信息 然后这个是MyBetis的核心配置文件 因为在我们这个Spring配置信息里面 它还是会指向这个MyBetis的核心文件 来做这个Plugin的事情 就是这个分页插件 还是通过它来写进来的 那这两个呢 其实 我们为了Log打印啊 跟MyBetis本身没有关系啊 就是我们项目里面用到的一个Log机制 这个Log4JDBC呢 它其实可以 你看我们这边执行的每一条CQ语句啊 它都会把它打出来 这个呢 就要比我 我前面介绍的我们自己写的一个插件 要先进的很多啊 大家简单说一下 就是我们知道JDBC你看啊 它只用了JDBCJava呢 是这个NetSFLog4JDBC的一个Java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我们去Google上搜索一下 百度啊 其实是一个专门查询CQ的一个工具框架 日子框架 那具体怎么使用呢 大家可以去再自己研究一下这东西 其实是蛮好用的 对于我们真正的商业项目当中啊 来观察每次执行的CQ 方便我们做Debug 当然在最终发布的时候 我们肯定是要把这个Java给关掉的 这个只能在开发时使用 提高我们开发的效率 我们这个项目的这个前台MVC框架 使用的Spring MVC 这个在我们前面的课里面呢 并没有提到 那在这儿呢 也不会给大家讲解太多东西 因为啊 就是属于Spring MVC的范层 大家在Math学院其他的Spring课程当中 应该能够学到 我们简单看一下吧 那这里面呢 其实就是根据Request Mapping 传过来的这个路径啊 和执行的相应的方法 也就是一些相当于对于我们来说 就是一些 呃 UIL进入的程序的路口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查询就会进这个路口 因为我们调的UIL是这个地址啊 这简单了解一下 以便我们看下面的例子 所以对于我们前台的界面呢 这个这个方法就是执行查询 并且把记录呢返回到页面 这个呢 就是Delete 这个呢 是Insert成绩 这个呢 是更新成绩 那这个方法 这边的更新 是使用的 页面上使用的AJAX提交 和其他这两个 不太相同 跟Delete 就是和Delete这个 不是很相同 这个呢 也是 大家可以自己客户去 了解一下AJAX方面的东西 这里提供了一个初始化方法 给Jobdown list呢 每个都附上值 并且呢 在其他方法里面 都会调用 那我们来仔细看一下 这里面的执行方法 比如说就看这个list 它这里呢 其实就调用了这个 我们写的这个service方法 把所谓的成绩全部查询出来 并且把查询结果呢 放在model里面 传到页面上去 那这个查询呢 其实最终调的就是我们 myBalist框架里面的这个map list student score 那 通过我们前面学到的知识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map 应该是这个map 其实所有最终的这个业务啊 看上去页面那么滑滑绿绿的那么多东西 最终它的实现呢 全部是在这个里面 就是这个查询 那它其实是一个 这个五张表的join 连接查询 学生成绩表 学生表 科目表 老师表 考试表 那这里的知识呢 就需要对这个 我们的表结构非常清晰 并且呢 对seql语法 有一定的了解 所以我们说myBalist使用的好不好呢 最终 还是自己的这个seql的功力啊 好不好 因为在商业项目中有很多的 业务啊 是非常复杂的 它的表结构呢 也是非常庞大的 除了跟它业务要 有很深的理解之后呢 要把这个业务啊 转成这个 表的这个二维事件 把它呈现出来 最终呢 有比较深厚的这个seql的功底啊 然后把它的业务呢 通过seql语句来写出来 写了出来之后 最终页面上呈现呢 无非就是怎么把这个数据给传出去 当然我们这个查询啊 要支持分页 我们用了前面这个分页插件呢 来实现了这个分页 所以在我们这个map里啊 推过来的是一个student score map page这个对象 这个对象呢 既成student score 就 如果大家就是对我前面讲的 这个分页的插件的使用 理解的话呢 这里就很清晰了 那对于其他的这个controller里的 这个url进来的这个查询啊 进来删除啊 这个insert啊 update啊 对吧 对应我们这个map 最终呢 就执行我们这里面的map up update delete insert 这就相当简单了 最复杂呢 就是这个查询 这个查询结果 通过这个动态sql的配置 我们前面讲过动态sql对吧 根据传过来的值 根据传过来的值 有没有 来组成这个最终的查询条件 这样的话呢 我们这个界面上的效果 就呈现出来了 如果有书 内容就把带进来查 如果没有书 就相当于每一个查询条件 最后它的查询结果呢 封装成一个 自动score这个对象 然后通过这个authorcaching呢 去把这个对象 封装起来 这个符合对象 然后这里是只套了两层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对象 它继承basedmodel basedmodel里面就有一个ID 每张表我们都有一个 自动ID来做组件 所以所有的这个对象 都继承了basedmodel 然后这里面有它的成绩 然后它的考试主体是什么 科目主体是什么 学生主体是什么 然后这个每个呢 又是一个复合对象 尤其是这个subject的对象里面呢 又含有一个teacher 这个复合对象 所以最终对我们这个 组合啊 这里来的authorcaching呢 就比较的复杂 当然这个东西写完一套之后 在其他地方都是可以重用的 那其实呢 mybillis在这个商业项目中的使命呢 就是这些事情 通过了解mybillis啊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编写这个复杂ccode的这个工作啊 变成编写这些简单的xml 然后很方便的呢 管理它的结果基因 丢到我们的这个控制层里面去 并且往页面上传递 那这个项目呢 其实后端的东西啊 就是这一块 我们mybillis的知识呢 也就是在这里 我这边呢 再简单提一下我们这个前台显示啊 这个前台显示的这个界面效果啊 其实呢 是通过这个borderstrap来实现的 那这个东西呢 可能同学们啊 呃 应该要掌握一下 因为对我们很多程序员来讲的话呢 并不是有很好的美工基础 那通过borderstrap呢 我们也是能够很方便的 打出我们可以看的效果还不错的一些界面出来 这里呢 呃 我就不讲解了 呃 同学们 在课后啊 自己去学习一下 因为只有一个项目通过界面 才能够真正落地 那好 关于这个项目的简单介绍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同时呢 我们mybillis的这个课程啊 就这一阶段 就告一段落了 呃 同学们呢 在学完这个mybillis之后呢 还是需要 呃 对SQL知识啊 进行大量的 研究 尤其是SQL的一些复杂的语用法 并且呢 在实际的项目当中 如何结合Spring 把mybillis整合进来 去在项目当中呢 磨练自己mybillis的这个知识 和技能 好 谢谢大家 mybillis的课呢 就为大家讲到这里